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昨天就做了一條片講香港一部好賣作的電影 也都很值得令人思考的電影 正義回朗 不是聽完得淡笑 是你要很多事情想的 想了幾天之後 大家都會有不同的反應 看完這部電影 也有很多朋友留言 在我底下留言 很有意思的 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 電影裡有一句說話 就是冤獄比放過一個有罪的人更不公義 我相信這個是導演 很想在這部電影發放的很重要訊息 除了大家去想 究竟那位肥仔 是否應該判得這麼輕 是否真的有份去一起殺死那對夫婦 之外 大家會想這所謂奇案裡面 有什麼問題有什麼漏洞之外 有很多人討論有關於陪審團 究竟這個制度有沒有流動 之外 導演發放的訊息 第一 就是冤獄給任何一個有罪 放過任何有罪的人更不公義 以及究竟無罪推定這件事 或者是疑點利益歸於被告這件事 今時今日還是不是存在呢 我覺得這個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陪審團的制度是不是很多漏洞 也有我的聽眾去留言 他說了大餐 他住在美國那段很長的時間 他都覺得陪審團的制度真的很多漏洞 一個普通的平民百姓 怎麼會這麼多法律呢 會不會被人所謂manipulate呢 也有很多電影 美國電影和劇集 說怎樣控制陪審團 有很多陰謀在裡面 很多重要的案件 但是這位政眾最後一個結論 我都覺得是很同意的 正如人家批評民主制度之外 民主制度有很多很多問題 陪審團制度也是很多很多問題 但是大家要問就是 有哪個制度比民主制度更好呢 有哪個制度比陪審團制度更好呢 難道由這個法官一個人 或者幾個法官今天這樣 在香港某些案件取消了一個陪審團 只有幾個法官做一個判定 是不是由一個法官或者幾個法官去做 去判定一個人會不會長期失去自由 又或者一個人的生死 是比陪審團的制度更好呢 這個我覺得是很值得大家去討論的 我想大家心目中都有一個答案 我講的一個人或者幾個人 就是一個法官或者幾個法官 一個法官或者幾個法官 如果他心存偏見的話 認定未審之前認定那個被告已經有罪的話 是不是由他去決定 這個人會不會判刑 是比由陪審團去決定呢 大家心目中很清楚 今天我想說 為何會拿出來說呢 因為也有觀眾去留言 心哥你又說香港的電影很不行 很多電影因為要自我審查 又說有些電影拍敏感的題材上不了 這一套電影也是很敏感的 他又上到的 他想證明就是說 正義回朗可以上映 我的理論是錯的 如果大家想認識更多香港電影的註景 不妨我向大家推薦 剛剛昨天出街的 綠豆消失的系列 講消失的電影 香港人香港的導演香港電影工作者拍電影 那種艱辛 艱辛不是有沒有錢的問題 不是正義回朗 這個監製需要 拿自己買樓的首期出來 問問Mr.K K先生去借錢 那樣東西 艱辛的就是你要左閃右避 原來都避不到電影檢查 艱辛的就是原來電影審查制度 那種具細無遺 你看看就知道了 我不劇透 我認為香港的媒體是不會報道 好像綠豆所說 消失的電影在香港 有些電影為何上不到 有些電影為何要剪那一秒鐘 剪那三秒鐘 剪那對白才能出街 我不知道正義回朗如何避 最後過到電檢了 在電檢條例修訂 要擺放國安元素 不可以不利國安 香港電影的處境 正義回朗 我相信你要上映 都要面對相同的問題 不單止面對這個問題 你一拍到有警察 要大交叉獲 大L獲 講到警察 大家記得嗎 那套戲裏面 有兇案當然有警察查案 對吧 裏面有超哥 阿都哥 阿超 他叫做阿超 他叫做金刀大俠 蘇玉華在盆問 這個辦案的警員的時候 對他有很多批評 也暴露了他怎樣去審問疑犯的過程 那種用刑逼供等等 一見觸及到警察 就真是很大件事 正如頭條新聞當年 為何要壽終證寢死於非名 死因是一樣 因為你鬥到警察 立法會裏面 現在 完善了選舉機制之後 全部已經是愛國者治港 愛國者治港自然要維護警察 裏面一個小組討論 推動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以及和大灣區文化藝術合作 很多議員關注本地文化推廣 其中一個就好像來過英國留學讀書 應該眼界比較闊 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 叫陳詠欣 大家知道眾所周知 他是一個在藍營裏面非常出名 非常多觀眾 一位KOL 一位Youtuber 他說有反中亂港分子滲透文化界 於是筆點名地舉出 最近上映的一套電影 獲得香港電影發展局資助 對 你看到最尾看到他們 給香港電影發展局資助 他說有不少矮化警隊的情節 要求當局設立法則和電影發展局 KPI 這個職效指標 加強文化帶具內地法制的形式 他說什麼呢 他說自從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 反中亂港分子難以進行硬對抗 但可能滲透到文化界 藉文化藝術發表煽動的訊息 實施軟對抗 以近期上映的電影為例 近期一套電影上映 電影發展局的 電影製作融資計劃資助 超過200萬 但有不同的情節出現 矮化警隊之嫌 他說電影發展局 這個電影製作融資計劃 是資助反中亂港的電影 政府是否容許文化界存在這個現象 難以說好香港的故事 中國的故事 再多撥款 支持都是白費的 他呼籲政府要實行 時滴和柑橘 柑橘和時滴 胡蘿蔔與大棒的政策 獎勵和懲罰共存 施政報告內 送出很多胡蘿蔔 胡蘿蔔 不是蘿蔔 是兩樣東西 蘿蔔是說我們做蘿蔔糕 胡蘿蔔是說Carrot 即是紅蘿蔔 提供不同的支援措施 建議當局要加設佛則和KPI 加強文化界代內地發製意識 防止不良意識傳入內地 接著政府的回應更精彩 這個叫劉鎮 劉鎮是副局長 他的回應是甚麼呢 他就說 香港任何人 在不同情況下都要遵守法律 當局是不會容許在政府資助計劃下 或者項目有不符合法律的地方 一旦發現資助電影項目有和香港法例 包括國安法不符的地方 我們會嚴肅處理 包括可能撤回資助 好了 正義回朗 是拿了香港電影製作融資計劃的 250萬製作費 電影發展局的主席王英偉 在公告中讚揚演員 演戲是表演出色 能夠牽動觀眾的情緒 我想你也同意 張力很大 為何會對部分警察有不恰當的言行 那是甚麼意思呢 我剛才提過 蘇玉華這個大狀 在法庭盤問 那個辦案的警員 超過金刀大學的時候 揭露了他嚴刑逼供肥仔 不讓他睡覺不讓他吃飯的情節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情節 蘇玉華問 你是否對這個疑犯有任何暴力的行為 有沒有這個肢體的行為 他說我推了他一下 怎樣推 我用腳來推 結果畫面呈現他一腳伸進去 肥仔等他整個人跌落地下 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對白是似曾相識 在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裏 有一個市民跪在地下 央求警方放過年輕人 不要去追打年輕人 那個警察就一腳踢進去 讓他整個人跌落地下 於是就問警方 記者問警方 你做了什麼 為何要這樣做 推了他一下 他就拿了這句對白 裡面有很多對白 其實跟2019年 這個運動裏面有些對白 是有些似曾相識 大家看完之後 你是會 會心 不是微笑出來 是會心的憤怒 覺得很厲害 這個編劇這個監製 把這些元素塞進去裡面 一部電影 受到各方的激節讚賞的一部電影 在立法會這些極左的議員心目中 你只要鬥倒警方 會心想要靜化警方的形象 真的有什麼 是否有些人 警察每個都是英明神武 每個都是遵守香港法律的 每個的查案都是巨勢無遺的 看到一些很重要的線索 是外界看不到的 這樣就叫做主傳電影 等於大陸拍攝的政治正確電影 即是說這些極左的議員 要將香港的電影 變成大陸的電影 即是說公權力的全部都是正面的 高大全的 然後才行 香港的電影其實就是 所以這些極左的議員 是要逼香港電影走向這個方向 稍微有一套可以賣助的電影 讓香港人查餘飯後可以談 可以思考的電影 這些議員都要扼殺 但是政府的反應是說 如果他違反香港法例 是有權去撤銷他的資助 什麼叫做違反香港法例 批評警察 所謂 矮化所謂 說他逼供疑犯 算不算違反香港法例 會不會違反國安 如果是的話就不讓他上演 政府這個回應議員這個提問 其實目的是什麼 我覺得未必會撤銷這個融資 就有一個震懾的作用 你批評 鬥到警察你要小心 一定要正面 要不然 你就糟糕了 沒有錢拍電影 大家就自己審查自己 想來想去 剪來剪去 如果你看了綠豆消失的電影 這個紀錄片 裡面有一段 當導演 要演員說一個對白的時候 說什麼 你自己看 演員說 行不行 拍不拍到 這樣 出不出街 導演說 不要緊 你儘管說 說說說 演員就有些面為其難 說了 結果是什麼 結果他對白 電檢柱就說 這樣 是會 好像在影射 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不是這樣的 要他剪走了 要不然就不讓他出街 演員都自然有審查 導演說 我特意放下去 試一下效果 結果試了出來就知道 什麼都看到 你以為他什麼不知道 電檢柱全部都知道 簡單地說 這番言論 極左的議員 這番言論 政府這個回應 是要令到香港電影界 產生一個震懾作用 電影是一個很大的風險投資 動一點就幾百萬幾千萬 去投資 如果結果是想拍不到的話 很嚴重 於是大家便縮 越縮越細 所以有些聽眾說 你又說敏感的電影是過不了電檢柱 他可能根本不知道 有很多電影是過不了電檢柱 放了出來的可能是一小部分 他可能不知道拍電影的人 現在是僅小慎微 到不得了 如理薄冰如臨心冤 大佬血本無歸 他們便要阻閃右鼻 如果你不阻閃右鼻 效果是怎樣 阻閃右鼻效果是怎樣 一般的觀眾是不會知道 電影人自己心中有數 所以大家在樂觀的時候覺得 看電影港產片都不錯 最近豐收 很多人看 固然 這些港產片是拍得不錯的 亦有很多東西令人深思 但我認為 香港今時今日的制度 電影審查的制度 文化審查 書籍審查的制度 言論審查的制度 更加值得令人深思 好 談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reon 支持我心靜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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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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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